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月十五号 习近平会见来京数职的崔世安 十二月十五号 李克强分别会见来京数职的林郑月娥和崔世安 十二月十五号 李克强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十二月十五号 张德江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十二月十五号 于正生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六十七次主席会议 十二月十五号 汪洋会见土耳其副总理西姆谢克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午夜新闻即将关注 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 中韩两国领导人达成诸多共识 释放出哪些信号 今一轮冷空气席卷中东部地区 多地大风降温 交通受阻 美俄战机叙利亚上空对峙 具体过程双方说法不一 欧洲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呼吁 要求互联网巨头为信息付费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会挥发布 冬孟飞跃正式亮相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好 全球新闻热点午夜重点解读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热点剧 14号 希腊两大工会 希腊全国公职协会和希腊全国劳工总会 在首都雅典发起24小时全国总罢工 抗议欧盟等国际战权人继续要求希腊实施财政紧缩措施 超过3万人参加了罢工游行 希腊国内的成绩铁路全面停运 全国公共部门当天基本停摆 严重的山火已经持续肆虐美国加州南部一周的时间 截至14号 托马斯山火已造成一名消防员死亡 超过900栋房屋和建筑遭到损毁 90万人被转移 过火面积超过980平方公里 目前只有30%的火事得到了控制 好 以上就是今天午夜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